我告诉你啊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很多人小龙虾处理不干净 烧出来的不好吃 今天我就把烧20年龙虾的经验 分享给你们 8块一斤的龙虾 用我老婆的牙刷 给它刷洗干净 然后像我这样 去掉虾的内脏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锅加菜籽油 倒入葱姜蒜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再放入花椒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把它炒香 炒出红油 再放入小龙虾 给它翻炒两分钟 炒至变色 再倒入一罐去年喝剩的啤酒 和适量的开水 漫过龙虾 调味加盐鸡精 一大勺白糖 一勺生抽 再放入一包这个小龙虾香料包 它是有十几种香料 根据比例搭配好的 你们平常烧个三五斤龙虾 只需要放入一小包 很多饭店都在用它 开大火烧五分钟 再转小火焖十分钟 三分煮 七分泡 最后放入辣椒 胡椒粉 大火收汁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小龙虾 香辣过瘾 肉质Q弹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家里要是炒豆芽 你就像我这么做 香辣过瘾 好吃又下饭 五花肉下锅 边炒出油脂 加姜蒜小米辣 边炒出香味 再倒入一小包这个家常菜小炒酱 这个酱是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用它还可以炒猪肝 炒牛肉 炒一些家常类的小炒菜 都很好吃 放入豆芽 翻炒就断生 再放入韭菜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炒豆芽 好吃又下饭 你也去做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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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å